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PS写作培训 这次我们的主题是 The Art of the Tailored How to Write an Oxbridge Personal Statement for Other People 我是这次的主讲人杨云畅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伦敦大学学院UCL人类学系的一名博士候选人 主要研究方向是人类学理论和艺术理论 我长期为国内外主流杂志撰写专栏和艺术评论 也从事一些摄影相关的艺术活动 我在2015年9月正式以自由写手的身份加入UKCN 这次我们的培训由三个话题组成 如何写一份PS 如何写一份邮件的PS 以及如何为别人 也就是我们的客户写一份邮件水平的PS 首先一份PS的内容大致包括了哪些 我自己的总结是 它需要表达学生申请课程及学校的愿望 展示学生对所选专业和学校的认识 并提供学生在相关方面的工作或实习经历 以下三点是我列出来的一些结构性的基本事项 在我看来 一份PS的写作是关于契合的一件事情 就像齿轮之间的契合关系一样 这如经济学中的供需关系 学生要向所申请学校展示自己 而学校反过来 其实也在找合适这一课程的学生 而EPMPS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 就是让学校明白 为什么这个申请人有资格 并且适合在这个课程中进行学习 那么在写一份PS时 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则呢 第一是逻辑的重要性 由于每份PS的组合结构和内容 都是大同小异的 就是刚才所说的Desire Understanding和Relevant Experience三点 所以让一份好的PS脱颖而出的 是PS的写作者如何利用理性与逻辑 组织全篇的PS的写作 通过逻辑写作 你不仅向学生步步展示了你PS的内容 而且向他们暗示了 你清晰的逻辑思考能力 在PS写作中 逻辑本身就是一种美德 这和学术写作是一样的 而在逻辑写作中 我又总结出了两点更为具体的方法 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 简单来说 线性的时间顺序 可以向读者一步一步展示申请者 是如何对所申请学校和专业产生兴趣的 遵循时间的顺序 读者可以看到一种从弱到强 从过去到未来的宏观脉络 至于因果关系 则更多地用来让读者发现 造成申请人某些想法背后的原因 如最常用到的 为什么学习这个专业 答案可以是家庭影响 个人兴趣和未来职业规划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两种逻辑关系 并非总是分而立志的 更经常的情况是 它们相互重叠 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 体会PS中逻辑写作的发展 这个学生本身的申请背景很一般 他就读于一所在英国综合排名 处于中牛的大学的 插画及动漫专业 成绩频频 研究生则想申请排名前五的 UCL的管理类专业 为了让他的PS更有说服力 我为他梳理出了一条 符合逻辑的学术经历 首先在他读完了 建筑与景观设计的Foundation以后 他是想成为一名景观设计师 奋战在设计的最前线的 因此他才在当时选择了 强调相关绘图技能的绘画 与动漫专业 以期在技术的学习上更进一步 随着理论的学习 他的兴趣却从设计本身 逐渐转移到了一个建筑项目 是如何通过不同的管理手段 被组织实施的 因此让他想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转到这个方向上来 接下来 我结合了UCL Project Management 这个专业本身设置在建筑学院之下 并有着强烈的建筑项目管理传统的 这一个特点 把学生想要学的东西 和学校能提供的知识连接起来 完成了整个逻辑关系的构建 这一构建中 同时包含了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两点 在我们看完了UCL的PS以后 我们再来看看牛建的PS有什么不同吧 总的来说牛建的PS不同之处在于 普通PS里的方方面面 在牛建的PS里都必须拉高一个档次 词汇、句式 特别是对所申请学科的学术理解 都包含在内 然而 对于学校的夸赞方面则需要减弱 因为牛建已经是世界顶级了 不需要太多滑而不实的赞誉 为了提高申请率 写作者可以适当在职业规划中 让学生往学术研究方向走 这会比较符合牛建的胃口 在这一部分 我们重点来谈谈 如何提高我们的作为写作者的学术理解 众所周知的是 写手们也有不一样的学术背景 因此无法处理所有的申请专业 因此在一个实用性的层面 所谓的提高学术理解的第一步 是认识到有哪些方面我们是无法提高的 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接续列表 以我个人为例 我会问自己 我擅长什么 我可以写什么 以及哪些专业我真的无从下手 通过这三个问题 我们基本上会对自己的写作范围 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而在 在这里 另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 主要是上面所说到的我能够做什么的这个范围 这个步骤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接到一些任务 然后会想这个任务我们是可以做的 但是它不是我最擅长的领域 那么我应该如何去展示我自己在这个方面的这个学术涵养呢 我个人来说我的经验是你需要找到一个在这个专业领域有特殊贡献的人 他可能在某一个课程里面是特别是在牛健的这个课程里面担任着某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他发表过某一份很重要的文章 至于去寻找这一些东西的方法 那最主要的我们还是 首先通过Google的Scholar的那个搜索系统 然后再在Wikipedia上面对这一个方向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 但是我们在看Wikipedia的时候 由于Wikipedia是不能直接被作为引用内容的 所以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Wikipedia最底下的那一部分reference 在这些reference里面往往会出现一些这个领域比较重要的文章 然后这里我们再来讲一个关于这个学术理解方面的一个例子 这一篇PS是我当时负责的一个学生要申请牛津的时候他的一个PS 这个学生成绩很优秀 在帝国文底供念的数学本科获过很多奖 本身的硬件条件是无可挑剔的 他想要申请牛津的统计学 我一开始给他写了一篇PS 耗费了很多精力 我还自己上网学习了统计学的知识 但只是一知半解 后来呢学生干脆自己重新写了学术理解的这个部分 在这个里面标黄的内容 我认为是展示自己学术理解的关键 它包括了研究领域 这一领域在这个整个专业里的位置 重要的发表物 以及自己对这个领域最感兴趣的地方 我把这个例子放在这里 不仅是想让它作为一个牛津标准的 关于学术理解部分的好的展示 更是要让它作为一个我的一个负面的例子 说明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是很重要的 遇到无法展开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及时与UKCN进行沟通 而后面的这一个例子呢 是写剑桥的教育学专业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方面 我就比较得心应手了 也能够达到上面那个例子的标准 在讲完了PS定义和结构 以及邮件PS的某些写作标准 我们来进入今天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到底何为Taylor 何为定制 以及如何做到真正的定制 我的基本回答有三点 博学创造和角色代入 最为重要的一点 是合理的创造方面 需要注意的是 合理的创造跟无中生有撒谎 有着本质的区别 它的目的在于强化申请人的优势 弱化其不足 以我为UKCN写的第一篇PS为例 当时这位申请人想要申请的是 UCLIOE 也就是教育学院的教育学专业 这个专业的世界排名是 长期处于第一位的 但是呢 这个申请人本人的教育背景 非常令人堪忧 他毕业于武汉一所二本学校的工商管理专业 不过他的工作经历还不错 在新东方英语担任了六年的英语教师后 先后出版了七本考研英语相关的参考书 当然啦 这些参考书其实对于申请的意义并不大 因为他们每年都再版一次 作为工具书而言 对学术界的贡献并不明显 重点在于 我是如何替他把整个PS 以个人定制的标准做出来的呢 首先我替他提供了一个时代背景 结合他上初高中的时间 我在网上搜索了 关于90年代中国全民开始学习英语的热潮的背景资料 并在PS中提到 他是在中国学习英语热潮中长大的 当时英国BBC制作并向全世界播放的《跟我学》节目 最早启发他对英语学习的热情 接下来呢 于敏红在1993年时创办新东方 并用语言学习改变人们命运的方式 对他有深刻的影响 让他很想投身于英语教育的行业中 因此大学毕业前后 他就开始苦练英语 并最终在新东方工作 开始进入了英语教育和培训这一行业 在大历史小人物的这种框架里面 我跟学校其实是打了一个感情牌 塑造了一个坚持不懈 要投身英语教育事业的这么一种形象 以此来弱化申请者本身不太好的教育背景 另外一个例子 也可以用来佐证丰富的知识 对于定制PS的作用 这个例子还是以前面申请 UCL Management那位客户的PS为例的 在这篇PS开头 为了体现他对Project Management 这个专业的了解 我用了一个历史上的例子 在他本课就读的学校 Kingston University不远的Kill Gardens里面 其实有一座中国风格的九层塔 也许学生自己都不知道这座塔的存在 但我在PS里把这座塔的修建和管理的历史背景 列了出来 并将其作为建筑类的Project Management 在英国最早的一种实践 以此表达一个中国申请者 在他所申请的专业方面的深厚涵养 关于PS的内容 大概就是这么多了 最后我有两点关于CV写作和PS Adjustment 也就是微调的这个内容 需要向大家补充一下 那么首先是CV部分 我相信关于CV的定义 我已经不用拨言了 大家也应该基本了解 它所包含的内容 但这里最后加粗的那一点 在写Reference Information的时候 我需要强调一下 很多人喜欢写Reference is available upon request 其实在申请学校的时候 我们不妨直接把申请人信息列出来 这样可以节约申请者 可以节约审核申请者的那个时间 然后增加学校对申请人的好感度 CV写作遵循了某些基本原则 比如导序原则 也就是说写CV的时候 应该先写 离当下的时间最近的经历 第二点是清晰原则 CV写作呢 以简洁清晰为主 但是绝对不可以省略关键信息 比如工作或学校的title 地点啊 时间啊等等 另外在书写某段经历的具体内容时 我们遵循着这样的一个提问式的结构 我在这段经历中都做了什么 我学到了什么 以及我掌握了什么技能 在一个技术操作的层面上 如右图所示 我们不要用完整的主卫兵结构 用这种奇整的句子来书写PS 而应当力求简单直接 这样子的书写结构更加有力度 在遇到信息缺失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向UKCN反映情况 因为关键信息是绝对不可以在CV中省略的 这是一个不能妥协的一点 最后在写CV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 包括客户有的时候也会投诉 比如为什么没有写我的兴趣爱好啊 在这种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要去告诉客户 CV的写作不是有什么都写上去 而需要遵循一种相关的原则 如果你在爱好与所申请专业 没有什么特别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下 还把这个爱好或兴趣的内容写上去的话 实际上呢 在CV中一是啰嗦 二是容易造成信息的混乱 还不如直接省略 另外也有人会问 CV的内容是不是要100%的诚实 首先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不弄虚作假才是申请的第一要务 任何的申请都必须建立在双方互信的基础之上 但是呢 CV的词汇在书写的时候必须有所修饰 比如某客户在实习过程中 担任了经理助理的一个职务 他最主要的工作是接听电话 那我们在帮他写CV的时候 不能直接说我的工作内容就是接电话 而是应该尝试用一些更高级的词汇 去进行总结和修饰 如通过电话沟通的手段 处理客户提出的疑问与要求 本次培训的最后一部分是PS微调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说的PS adjustment 我们需要首先注意到的一点 是微调与普通的那些中介所谓的套模板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并且微调呢只能够在两个相似的专业之间 才是有可能发生的 它不像套模板一样 只是换个专业和学校的名字 而是有很多额外的其他的工作要做的 首先第一点是 你必须熟悉微调专业的特征和课程结构 并总结出所调课程和原课程有什么联系和差别 在正式开始微调以前 把这些知识整理并吸收 有助于你在很细小的地方进行改动 使PS更符合对方学校的要求 第二点是 尝试重新把虚微调专业的一些特色 与学生本人的特色 重新进行关联是很重要的 第三点 则是一个很实用的小技能了 之前我在对一些PS进行微调了以后 客户经常反映说 哎呀你这个字数很多 我不太方便能够找得到 你到底微调哪些部分 所以为了让客户知道我们究竟改了哪 在word中的一个叫做check changes的功能非常实用 接下来针对这三点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比较长 可能大家需要用时间好好看一看 我在介绍的时候先简短讲一下 这篇PS最早呢 是申请拉夫宝大学的创业金融与创新的硕士课程 大家可以见到是 Entrepreneurship Finance and Innovation 标黄的地方呢 是关于这个课程 它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地方 独特之处吧 然后接下来 微调的这一篇呢 是在拉夫宝的PS基础上进行的微调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First Second和Third这些基本的过渡词汇都保留了下来 也就是说行文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改变的 但是在涉及到专业特色的描述以及各项内容 比如为什么对这个专业感兴趣啊 对哪门课程最感兴趣啊 这些具体内容的书写上呢 他们在文中所占的份额甚至比重 都其实是有所改变的 而标红的这些修改痕迹呢 也能够让客户对修改的部分有更直观的了解 好了以上就是本次培训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参与 感谢大家的观看